全面牛市来了 各方面指标显示 微股短期与中期胜率开始共振向上 微股广度指数中正800等圈 突破了反复震荡一年的区间上延 中正全只距离突破6年新高的位置 只有0.6%的幅度 下周刷新游望 债券上涨的节奏已经被压制 陷入迟疑和震荡 最近两个月 随着市场的量能异常放大 很多人把今年比作2014年 二者却有很多相似之处 其一 2014年全年都有经济下行的压力 但年终开始 货币政策开始宽松 稳增长政策重新出现 与当下情形相似 其二 2014年金融监管加强 从房地产外溢出来的资金涌入故事 类似于当下 其三 在2014年下半年之前 上证指数横盘一年后开始突破 如今上证指数同样从去年7月以来一直横盘 现在正处于突破阶段 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 市场有望复制2014到2015年 由资金驱动的牛市行情 当然 市场环境不完全相同 因为2014到2015年 羊妈降薪了四次 而今年尽管中美货币政策分化 但宽松的空间不会大 因此 迷你版的14年是有可能的 从8月下旬开始 老梅不断在每家圈中强调 券商有多种预期差 其一 券商行业处于向财富转型的关口 近时没有资管能力的小券商将陌序推出 慢慢推动行业集中度向头部集中 其二 年初 大家一致认为今年货币缩水 下半年市场的成交量 每天维持在万亿级别以上 这直接利好券商 其三 券商今年上半年一直受到保险 银行的影响 估值水平维持在低位 但是实上 券商在金融三大板块中业绩非常好 还有一点 也是老梅近期不断在聊的 智障风格下 传统周期会传导制大金融 尤其是券商 券商的长期和短期的逻辑都非常通常 如果历史重演 收益很可观 如果没有重演 收益也不错